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 让消费形态改变 打开电商北带的新通路 在南马岛的第三文旦 探过网路北带 行销到新加坡 香港和欧盟丁丁所在 让国外消费者 可以享受到新鲜美的文旦 对农民来说 也是一种新的三小红线 希望未来可以让农産品 成功行销到全世界 在南马岛区 是全国文旦三両上大的所在 两个以来都有很好的销量 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 消费者的消费是更改变 所以电商北带变成一种新的销路 旧厨也能将台湾的文旦 实际在三九九八 透过帮网路外消的方式 創造更好的经济三级 我们的文旦从马兜文旦 直接跨境送到我们的香港消费者 香港的一千两百多个消费者 透过跨境平台米图西 在两天内把台湾优质的文旦 送到我们的国外的消费者 所以这时候就呼吁我们国内消费者 苏南苏丁 反而要用更多的新台币 来购买我们全台湾的文旦 让大家在中秋佳节 可以过一个非常愉快 而且对健康 对整个营养非常充分的文旦 大家一起踊跃 消费全台湾的文旦 但上八台和一般外消不一样的地方 是可以信用网络乙丁 自身知道消费者 就能一只几三地狗买 驾给社会费 不用再透过让材费认输 文旦的过程越低 水更越新鲜 让社会费者 可以平常到好吃的文旦 坦白说这次麻豆文旦 或是优质的台南文旦 事实上外消并没有成问题 那销路都没有成问题 那只是我们要超前部署 要把这个外消通路 布得越广越好 所以说在未来 希望说这个台南 优质的台南文旦 能够持续的发光发热 因为台南的文旦 占全国的产量是最多的 是占第一名 那将来 不管是国内的销售通路如何 我们不会在 这个销售通路不好的时候 我们才开始在推广 我们其实今年的 麻豆文旦 或者是台南文旦 销售通路非常畅旺 那价格都维持非常平稳 每一年的中处这阵阵 台南文旦 就会在全台湾的力销 是三个的数损 行政营農业委员会 也希望借到 网络北台的方式 将文旦行销到国外去 打开地名堂 让全世界都可以平衡到台湾文旦 既然的国家民 丁这一门到枯材方报道 都可以平衡到台湾文旦 都可以平衡到台湾文旦